受到颱風 預期心理的影響 夜菜類漲幅將近一成 而另外青春現在也飆漲到 一公斤要135元 颱風北台 越南地區天氣不受影響 西螺果菜市場菜飯照常營業 蒸籠蔬菜裝箱準備出貨 老菜田就怕颱風接著引進西南氣流 為中南部帶來好大雨 菜農一大清早就來搶收 四五點就出來了 五點啦 天為亮 這幾天芥蘭菜的價格大概120 颱風前夕農民預期心理影響 高冷蔬菜捷徑場 果菜市場蔬果倒貨量比起上週多了一成 油菜青江菜每公斤27元 小白菜30元 空行菜33元 夜菜類漲幅將近一成 高冷蔬菜比較高價的位 所以變成你進貨量比較多一點 加一量那個型 所以變成你平均價格會微微上漲 天要做 麵仔要做 老漿化青蔥產地從7月開始 因為受到雨水影響 青蔥量少市場供不應求 青蔥價格從原本一公斤三幾元 現在漲到一百三十五元 漲幅超過四倍 像這樣好天啊 又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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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漏出大一點 又漏我 很好 好吃 小吃餐廳業者大喊吃不消 因為青蔥實在太貴 一次只敢一小把一小把的叫 最重要的是蔥 原本是50元 現在 起到一百二 每年這個颱風季就是這樣 歷史重演 一而再再而三 從來沒有改善過 現在颱風逐漸遠離 國菜市場菜量充足 漲幅不大幾乎不受影響 民眾正常備獲不用太過擔心 但就怕接下的西南氣流 恐怕為中南部帶來好大雨 菜價是否波動 民眾得提前做足 心理準備 記者郭正韻戴容貌 雲林昭華 蒼母島